好這邊幫大家做一個總結 就是呢 當我們討論到不同的制度的時候呢 其實呢我們可以從這三大理論的面向去做一個討論 那這邊呢幫大家做一個表格的原因就是因為 表格就是要幫助大家好記憶 對吧 剛才呢已經做了一個理解 而且呢我們做了一個示範就是 你在考試的時候遇到這些題目怎麼去做一個描述 那可是呢我們還是要做一個整合性的記憶 也就是說呢 面對這些 當我們考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要怎麼樣去反應呢 那我們在講到功能論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了 我們在分析的時候可以用HIL去做一個分析 那我們用衝突論的時候呢 是用文化資本 這邊都是概念性的一個討論 好 所以呢 當我們討論教育制度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強調的是互動論的話呢 我們講到的是教師的期望 標籤以及期望 好 翻開表格你們就會想到欸我們今天上的東西 好的那家庭制度呢 家庭制度我們講到的是六大的家庭功能 不要忘記講到功能 各種功能都有正功能跟反功能對吧 所以呢要記得從中去討論 那講到衝突論呢 我們可以用女性主義的理論去做一個討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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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互動論呢 我們就是討論自我的行程我們講到的是苦禮還有密的對不對 然後呢還有初級團體 家庭是人第一個接觸的初級團體 好 再來呢 就是我們講到的宗教制度 想到宗教請問你要想到誰呢 想到宗教就立刻想到一個社會學三大家之一 叫做圖爾幹 對的他有出一本關於宗教的書籍 好所以呢 他認為呢 宗教有四大要素 聖物 儀式 信仰還有宗教團體 所以呢 考試節目有時候呢 會跟你說啦 喔 宗教呢 就是圖爾幹曾經說啦 宗教有四大的要素 請你呢 舉一個台灣的信仰 來說明這四大要素分別為何 請以實力說明之 對 類似像這樣子的考題呢 那你知道這四大要素 從中呢 例如說像媽祖 大家知道 媽祖是台灣傳統的民間信仰 所以呢 他的聖物是什麼呢 那個媽祖呢 常常會有落盡的活動嘛 那落盡是他的一種儀式 那信仰媽祖這種媽祖的信仰 是台灣的傳統的一種 傳統的就是民間信仰 那宗教團體呢 就是會有很多就是團體嘛 當然就是從中也會去跟著落盡 或者是說呢 大家知道外國人來 他們也很希望可以參加媽祖落盡 因為他已經被列入是 世界文化資產之一 所以呢 那媽祖呢 他的聖物是什麼呢 就是呢 他落盡 不是有時候會發一些 就是發一些 例如說像香啊 或是水啊 之類的東西 又或者是說 台灣呢 常常會有一些像是福 平安福這些東西 這些呢 都是像是聖物一樣的東西 所以呢 用四大要素呢 也可以來分析 台灣的一個狀態 台灣的一個宗教的狀態 好 那如果呢 講到了這個互動論呢 大家可以想到 衝突論的話 大家可以想到是誰呢 衝突論呢 我們可以想到的就是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討論過一個就是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要討論過這本書 還記得嗎 對 這時候呢就是講到 資本主義怎麼產生的呢 資本主義的產生 其實跟宗教信仰很有關係 就是跟我們所謂的新教有關係 因為呢 要賺錢 以榮耀上帝 所以這個賺錢的行為呢 就被變成 累積之本 所以呢 這個是宗教和 所以韋伯他討論的就是 宗教跟整個經濟行為的一個方向 好的 那我們講到呢 就是 我們講到這個就是 互動論 那通常呢 我們在討論這三個的時候呢 我們還會講到另外一個人 叫做馬克思 馬克思呢 他說 他說了一句名言 叫做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這是馬克思的名言 這兩個要 好像寫反了 大家可以自己幫我切過去嗎 就是 這個格子跟這個格子 要交換一下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他認為呢 宗教呢 是一個資本主義中 用來撫慰人心的一種鴉片 所以呢 其實宗教呢 他也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工具 他把這些勞動階級 這些被剝削的這些人呢 都弄得服服貼貼的很乖巧 因為呢 他們讓他們相信呢 有宗教 有來勢 有寄託 於是呢 就不會去反抗 就不會去鬥爭 所以他說了一句名言 叫做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一樣他是從資本主義 經濟結構 去做一個分析 可以嗎 好 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下的就是 我們的政治制度 這兩個要交換一下喔 可以嗎 好 那我們看一下政治制度 宗教認為呢 政治制度 是用來維持社會穩定 他認為呢 這個衝突論呢 則是提到一個概念 叫做國家機器 剛才有講到的概念 剛才有講到的概念 所以衝突論講的一個名言 就是國家是日本階級的管理委員會 對的 他認為呢 其實呢 這就是一種意識形態霸權 剛才講到的葛蘭西 意識形態霸權 意識形態霸權講的是 既然國家有這麼多不平等 為什麼人民不起來反抗呢 就是因為葛蘭西他說啦 其實國家塑造了一種說法 一種講法 讓這個意識形態呢 可以維持下去 所以呢 這種就是一種權力關係 他透過意識形態掌控了人民 互動論呢 則認為政治制度 是一種交換的媒介 都